这次新闻太有趣了 巴菲特股神第九次发所谓的 武士债券金额是2818亿日元 这是历史以来第二大规模的武士债了 所以大家衍生出两个想象 第一个他为什么这次又要发 这么大规模的武士债 第二个是又要当最佳代言人了吗 你怎么看 好那很有可能巴菲特觉得 日本的股市可能很多的企业 比美国他看得到的企业 还更值得投资 所以才卖掉美国的市场 买日本的嘛 那这件事情代表什么 而且他表示巴菲特做的事情 也跟一般人我们在看 之前不是说很多投资人吗 他会去借便宜的日币 拿去投资其他商品 这个时候我虽然巴菲特很有钱 可是我很有钱也不需要什么 拿我这么多钱拿出来做投资 我是不是要发债 我还可以什么 避掉日本的日币风险 所以透过这个方式来去投资 好那我们可以看到 大家为什么这么做 第一个就像我们刚刚说的 看好日本企业后续的成长潜力 那大家了解一件事 最近尤其是日本刚刚开始升息之后 那从8月2 7月底到8月这段时间 是不是日本股市大跌 日币一路走深 对不对 那那个时候就表示什么 是不是有去杠杆 然后很多资金从海 会流回到日币 然后日股跌 那可是呢 在那个时候之前都是 日币走贬 日股上涨 对 所以如果你去借了 你用美元去投资 对啊 你确实你会赚到日股的价差 可是什么日币贬值就被你推回去啊 所以那时候很简单 我们就借日币直接拿去买股票 那我就不用 不会有汇率风险 那我赚的 还是什么 还是我赚的 所以呢 透过这个方式来去投资 那也利用了日本的低息环境的优势 取得廉价的日币来去投资 那这件事情呢 是蛮不错的选项 尤其是因为他本来 第一个 波克夏发债 你会怕波克夏拿不出钱来赔你吗 不会啊 所以他也寄到很低息的资金 第二个呢 他去买了这么好的股票 推动股市上涨 推动了日本的经济成长的话 大家也觉得 那当然什么 未来大家愿意来投资 所以感觉是 这是替日本股市背书啊 那能不能投资 我们等一下要跟大家说 可是不过呢 当然我们要先想 如果不好的话会怎么样 那当然他一定觉得 美国现在没有太多好生意 所以不如往其他成熟市场来去发展 那呢 可是这一波 为什么日股可以走深日币走扁 是因为当选的石破帽 他转向了 他原本从鹰派的角度 变成说 我们可以继续货币宽松啊 假装先要宽松 对 他不一定要假装宽松 他可以实际上想要宽松 因为他选上了 对 所以他选上的时候 他觉得宽松啊 股市好啊 大名调高啊 没什么问题 对不对 可是 如果接下来 这个日本央行忽然想一想 哎呀 这个日币又跌到快到150了 是不是又来挑战我的界限 那我要让他回升 因为他骨子里不是偏鹰的吗 那说是这样 说真人物很难说 对 那如果是他如果再度转向 等一下是他真的偏回鹰派好了 那可能会重演 股市下跌 汇率走深 的双重打击风险 那这时候对于巴菲特 对于波克甲都是比较大 对于台湾投资也是 都是比较大风险 如果巴菲特没有一些十拿九稳的一些打算的话 他怎么会去做这件事情 所以他是不是其实对于石破茂的态度 他现在有一些定见 我觉得应该是觉得认同 觉得其实你上任之后是态度比较软的 那也推动股市续涨 对但是能不能续涨就不一定 我们来看一下接下来走势 在日经指数这边 那其实昨天日经指数有创前波的高 有到波段高 突破四万点 但是突破一下收益上已经掉回来 今天又跳高往下 但是也不能怪日本股市了 因为主要是什么 主要是美股也表现不好嘛 所以他往下 这是很合理的 那可是如果你往前看这一段 这段的大跌 当然是跌很深 所以这边是蛮强的反攻 那我们可以看到 在八月这段时间的重挫后 已经有明显的反攻 观察重点 第一个技术面的底部 墊高就延续趋势 因为底部 我们假设从三万一 墊高到这一块 墊高到这一块 那表示什么 他只要修正不跌破测 都还在底部往上墊高 高点破前波高 那当然还是一个反攻格局 大家就不用太担心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日本政府最近表现比较低调 那会不会带助阻扁 尤其是日本央行 那这件事情比较难说 尤其是最近 其实正常情况下 快要公布什么汇率报告 那到时候如果日币又扁 到时候会不会 操控国 对会不会 列入名单 对到时候会不会又不开心 这时候他会想说 那我到底要不要 日币持续走扁呢 那如果日币又挑战150 甚至扁破 我要不要再喊话 那如果日币反投回升 日股这边 是不是有被压抑下去 所以底线还是 底线你觉得是150 我觉得有可能 我们等一下可以从图片上来看 那我觉得有可能 那第三个呢 是其实这一波呢 这一波往上 是什么 跟日币走扁 跟美元走强有关 美元墙 这波往上跟美股走强 其实也有关 那所以就带动 那既然之前是美元 美股上来 带动日币走扁 带动日股走强 那当然什么 不能用美股就跌回去了 那如果这样的话 可能会重新转为领跌 所以如果我们从基本面 或者是你从巴雷特来去 是认为 日本股市 后续有更大的上涨幅度 我认为是可行的 我认为是可行的 但是这个必须要建立在于 日本美国股市 还能够持续上攻 如果美国股市领先下跌 那基本上经验 经验上来说 你比较难期待日经股市 日经指数自己往上续攻 所以美元如果持续的强 美股如果持续的强的话 这日本股市就有机会 再往前挑战这里 是 我们可以跟着巴菲特 一起看好日本股市 去加码一些日元的基金 或相关的ETF 我觉得如果今天台湾比较多 其实台湾都有日经指数的 那也有东正的ETF都有 那如果今天你是属于一个 指数型的投资人 那你希望是认为 日股未来的成长 去把握到的话 你要投资的是东正指数 因为东正指数占 日本股市的市值比较多 东正指数 东正指数的 那但是呢 如果你是觉得 像这个日经里面 有你喜欢的产业 那而且它这段时间 爆发力确实也蛮强的 那你去投资日经指数 也是可疑的 所以你可以在这边做 两个里面其中挑一个 OK好 这是日经指数 来看到日元 到底现在央行的 底线在哪里 它可能出手的时间 是什么时候 好 那因为其实之前 我们很明白的知道 之前的底线在这边 对 因为在这边之后 它也升息啊 干嘛 下来了 对不对 所以很明白知道 底线在这 那只是什么 我们之前有跟大家说过 日经 每年对日币的汇甲 都是延续着 在这一段整理 是不是1140到150之间盘整 那这个盘整呢 其实目前还没有打破 它在礼拜一的时候 一度来149.98 但是没破就是没破 所以它是这边横盘整理 那横盘整理的好处就是什么 表示如果大家可以接受 在这一段是一个整理区 那即使它回升了 那不一定影响趋势 这时候股市不一定要大跌 它可以只是稍微点拉回 但是如果又往下 破了140再往下 那日币可能就重新走深 所以先抓这个区间整理 那日本央行的底线 我们知道 明确知道的是这里嘛 对不对 那会不会往下移呢 这是一个问题 好那我们做个假设 如果它往下移 要移到哪边去 那如果今天它慢慢往下移 移到150左右 那接下来只要往上冲 可能日本央行 或者日本政府的人 就会出来讲话了 但是有时候是这样 技术面你要怎么看 第一个 你会看到之前这个 美人队日别走的时候 沿着这个寄军线往上走 那破位之后就被压回 沿着寄军线往下 那现在呢 它自从站上去之后 是不是慢慢往上走 所以呢 如果它没有办法 马上突破150也没关系 它回来可以沿着寄军线 看着慢慢往上走 然后呢 透过盘整来去给时间 那这段时间呢 可能时间比较长 因为有些人的看法 会是说 这个军线往下的时候 不一定是支撑嘛 那你透过扣底 可以知道 只要价位不大跌 大概在下个星期 扣底完之后 它就会开始往上了 所以呢 有可能在下个星期左右 就会来发布 就是知道这个技术面 跟日本央行 他们到底 到底有没有给一个 新的走势跟看法 那或者是另外两个 用美元走升来去带动 因为日本的概念 一直都是 我日币不要过度走扁 可是如果今天是美元太强 把大家压倒了 第一个你美国政府 也没话说 因为是你美元太强 所以我日币走扁 我不是要占你便宜 第二个呢 是如果后来想想 美元走升带动 日币走扁 所以我不需要 特别去干预它 所以它可以放松一点 可以放到155 接近160 那这个时候 也能够让日本股市 有更大的生长空间 了解 所以这边都是 接下来 透过美元本身的变动 跟技术面变动 可以知道 日币后续走不走 就会比较高 好 最后一分钟 我们要来看台币了 因为最近日元的走扁 让我们唤起日元 又有一些些的甜甜价了 不过台币最近很妙 台币自从这样子扁下去之后 最近区间非常非常小 盘中那个波动非常非常小 现在酝酿什么方向 酝酿什么的 答案很简单 就是这条 基因线一直把它压着 其实我们之前就有说过 就是之前 跟刚刚日币有点像 就是跌破之后 台币就往上升 那刚日币也是跌破均匀线之后 日币一直有升 只是日币有穿破均匀线 但台币还没有 所以它就压着这边整理 那经验上就是会需要一个东西 去分出胜负 那这个分出胜负的东西 还不确定是什么 例如说明天的美国零售销售 如果美国零售销售超强 它就有可能一根上去 因为美元 钱又到美元去 对 没错 那所以这边要等它分出胜负 但是很明显就是技术面去压着它 那这边两边就是多空在奋战盘整 那等分出胜负之后 要么往上升 但是因为技术面你可以看到 均匀还压住它 所以目前就换是目前 把它压着台币比较强 美元比较弱的机会是比较大的 那你要等它穿破才会造成反转 好 那所以现在连准会在降息 美元也没有弱 还是这么的强 我再追加一个问题 现在很多人如果说美元 之前定存到期了 要不要继续存 好 那我觉得呢 其实之前定存的 到现在还是利息比较高 那接下来利息又越来越低 那当然你现在如果只要 站面上有算钱 去锁它的利息 对啊 那就不用急着出啊 对 所以你要说要不要续存 我觉得可以 但是你可以算一件事情 就是如果接下来呢 这被基因压下去之后 然后美元兑台币 因为这波低点31.55 那如果跌破31.55呢 你会从比较多赚变比较少赚 那你可以出手 可以出场 因为毕竟你还是赚的 那可是如果今天 你在这边挣挣挣挣下去了 那结果你会开始变亏钱 那还没跌下去之后 你就要先思考一下 因为有时候是这样 汇差会让你的利息收益 表现起来会更多 那所以你可以在这边 稍微计算一下 但如果快到期了 你就可以先放在它 不管等它一样 好 了解 谢谢基站 请先回座了 从日元讲到了 再接下来美元的发展台币 还有如果您真的 有美元定存 要不要继续放下去 以目前看起来 如果进入降息循环 高利率还是可以把它锁起来的 同意做参考了 好 在今天节目最后 守方老师请您上台来 哎呀好紧张 明天台积电法说要公布了 然后就看市场买不买单了 明天哪些关盘重点 其实我觉得明天不是重点 真的是礼拜五 礼拜五才是重点 那我觉得在这种过程中 我就跟大家讲说 早涨晚涨 还是会向之前的高点 去做挑战 忍耐一下这短线上面震荡 也无所谓 所以我觉得 如果你真的是要 一定要做短 那你就按照日KD操作 偏多到日KD交叉向下的时候 你就去减码 这是最简单 也就是如果明天后天再跌 大概就交叉向下了 那你就可以去做短卖 那真正的关注 还是在于台积电的法说会 第一件事情 不可以利空 利空一定挂 对不对 它占的指数这么的重 那一定是台北股市 会有短线上面的拉回 它不可以利空反应 或是它是利多 但是直涨台积电呢 不行 就像昨天里面 直涨龙头型的全资个股 那腾落指标很差 这样不可以 所以不能够 它一个人的武林 小型个股 不可以利用龙头型的全资个股 台积电大涨的时候 开高走低 不行 那另外一部分来讲的话 我觉得台北股市 真正的关键 除了一个是礼拜五 台积电的法说 另外一个就是 11月15号之前 因为公布9月份营收之后 第三季财报都可以公布 那观察有利多上涨的 这叫利多有反应 或是观察 利空出境的个股 那代表什么 请问 现在我们在这边看的 新台币的汇率 跟我们在第三季寂寞看的 差很多 所以你现在在看汇退损失 第三季财报不如预期 可是第四季是回冲回来 所以你就看来讲话 第三季财报有汇损的利空 但是如果它是汇损 而且它没有去做平仓的 那你就不要 不要在这边去做杀地 因为它可能会利空出境 那投机个股呢 那因为最近台北股市 说实在投机风又开始起来 投资市场瞬息万变 今天的利多 很可能就成为明天的利空了 所以怎么样 随时能够掌握最新讯息 重点是做出专业的解读 而且化为精准 在操作上的多空判断 记得按赞 订阅 开启小铃铛 前线百分百 每天带你掌握全球最新讯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